他们是一对艺术水平精湛的曲艺演员 他们从小热爱曲艺 在名师的指点下 自幼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声 评书 精蕴大鼓 滑稽大鼓 莲竹快书 单弦等曲艺形式 他们都能信手拈来 灵活掌握 他们表演的相声和评书作品 在青年演员中可谓是首屈一指 出类拔萃 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他们就是曲艺界中的一对默契搭档 本期曲艺纵观栏目 特邀英宁 王岳波 讲述他们的曲艺故事 亲爱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曲艺纵观栏目 牛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在春节前夕啊 为了回馈广大网友 我们组织了这次直播活动 而且呢 大家在春节以后 还可以在我们的曲艺纵观的今日头条 和抖音号上看到我们今天的影像 今天我们特别的荣幸 请来了两位相声名家 他们分别是英宁老师 还有王岳波老师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二位老师的这个相声作品啊 还有您的评书作品啊 各位网友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所以今天呢 邀请二位老师啊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活动 二位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英老师和王老师呢 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熟悉 就搭档在一起说相声 所以今天呢 我们想让二位老师聊一聊 他们小时候的从艺经历是什么 而且还聊一聊 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有什么好玩的事 哪个人了 就您了 就我说哈 我小的时候啊 认识乐播之前 在北京市 当时还叫重文区 小花艺术团学艺 同堂学习的呢 有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 徐德亮 还有在从事相声教育的连乐 教我们的老师呢 都是从各个专业曲团退休的老前辈 我和乐播认识呢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 当时的重文区读书 参加重文区的这个中小学生艺术节的比赛 我为什么对乐播印象深呢 那个比赛的赛场呢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能听到声音 我就听他说啊 比脑筋快慢嘛 他说我是医修的师傅 我叫老修 记住了 记住一包 我就不知道 我这老修长什么样啊 等再见面的时候啊 一个小胖子 当然现在还是很胖啊 当时也很远远乎乎的 后来那时候我上四年级 上五年级的时候 比赛是在我们小花艺术团 一年一次 在小花艺术团比赛 那个时候就跟乐播就等于是面对面交流了 小花艺术团是我的主场 都是全重文区的小朋友在这来比赛 只有主场对这个环境很熟悉的孩子 比较踏实一些 其他的孩子都更紧张 有的小朋友都乱窜 有的小朋友呢就聊天 有的小朋友穿上衣服 那是美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胖子 王乐播站起来了 他完全是一个老师的一个语气 一个口吻 一个状态 别说话了 这比赛呢 知道吗 你坐下 你也坐下 别动了 都坐别乱动 这个休息的背场这个环境呢 只有两个沙发 我对那非常熟悉 我坐了一个沙发 就这个豆冠这位置 还有一个沙发 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安排好了 都坐在凳子啊 椅子什么的 他坐在另外一个沙发那 坐在那呢 他就跟我聊天 你是来参加比赛的 我是来参加比赛的 那个听说小花游泳团这帮孩子可不好对付 我说是 我也听说了 一会呢 叫我名字我就去比赛去了 我回来他就 他那没动 还等着我呢 你就是小花游泳团的呀 我说啊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说你也没问我呀 先给得罪了 我们俩就这么认识的 后来呢都得的第一名 这个得第一名的同学呢 安排这个去山东扬马岛 等于是夏令营 去扬马岛呢 也有意识啊 我们俩住那个房间呢 是也就是标准的 像旅馆似的房间 四个床 他睡的呢 就是从对着门这个方向说呢 他睡的捧个那个位置 我睡的逗个那个位置 中间有一个写字台 窗子呢 是关着你的 屋里特别闷 夏天却特别闷 他就说 咱俩把这窗户打开吧 当时屋里就我们俩这 我说行 咱俩开窗户 我力气小 没开开 岳波呢 也没开开这窗户 岳波就说这样 咱俩把这桌子大出来 咱这个力气就短了 可能就能把这个窗户推开了 我们俩搭开那桌子 那写字台底下有一蝎子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蝎子 我们俩找老师这了 老师把那蝎子弄走 那窗户就打开了 其实好歹我们俩就猜 说是不是出去 是不是就咱俩 是不是还有别人住 我就忘了 为什么印象深呢 是因为吃饭 这个孩子们坐一桌 有一个上初中 初二的孩子 广许门中学的 他指着他说 胖子 我喝半脸盆鸡蛋汤 你吃十碗面条怎么样 就咱家洗脸那种脸盆 大脸盆 对鸡蛋汤 喝了半脸盆 就我们把目光就偷出到了王远波老师的身上 我五年级 他六年级 就是五 这种小就是饭店吃饭那种小白磁碗 吃了十八碗面 多少 吃了十八碗面 十八碗面 真真正的吃了十八碗面 然后还有那个海虹 就那黑壳 然后带红肉那种海蝉面海虹 吃了一盘 吃完 把筷子一摔 扬长长而去 我们其他的那八个孩子呢 就看着他们俩的比赛啊 看完之后 他们走了 我们再找老师要面条 再要鸡蛋汤 再吃饭 等我吃完回屋呢 王远波就静静的躺在他那床上 就这样躺着 这手就在胸前啊 就这么躺着 眼睛就看着天花板 我要看他就得垂直的看 我说王远波你怎么了 兄弟啊 我吃多了 然后打点滴去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打那时候开始 就再也没分开过 1991年 就到现在 到现在 2021年 2021 反正不少 没算少 30年 30年啊 那您那 现在给您18碗还能 吃不了 您有没有一些 跟英老师在一块 比较好玩的事 我学校上是8岁 他学校上是6岁 但由于我比他大一岁呢 他比我早学一年 我们俩整差一岁 我一开始学呢 是在前文少年之家学 也在重文区 他说的这个小花艺术团呢 在东花市 所以东花市街道 文化站 下面的一个 相声团 小花艺术团的 师资力量很强 都有 张善增先生 有 张宏先生 丁玉鹏先生 赵亮先生 马增坤先生 马敏荣先生 等等吧 我们这个 希望少年艺术团呢 就前面站在那家这呢 是赵小林 马桂荣先生 还有赵丹娜先生 这么几位老师 但是呢 作为这个社会影响来说 希望少年艺术团的 师资力量影响大 因为当时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栏目 叫七色光 七色光里有一个板块 叫受唏嘘 庞哈哈 这庞哈哈 就是赵小林老师 也就是后来 我的相上的师父 我们那一代小朋友 没有不看七色光的 我小时候也看过去 你看到那就是后期了 晚期了 就有什么 什么小龙 就是什么 大风车 就热了 我们小时候只有七色光 没有别的 所以 这瘦嘻嘻胖哈哈的 知名度很高 而且呢 经常呢 带一些专业的老师 到我们那去 讲课 你像 什么李伟健的 武斌的 当然是他们都去过 江坤老师也去过 后来呢 这两个团就合并到一起了 我们呢 我也到这个 小花友团了 马国荣老师也 到这小花友团了 这是1992年 92年 夏天的事 等于我们就都过来了 原先的重温区这两个团的 少儿乡的力量很强 还有一个团呢 也有取义 就是金帆少儿艺术团 金帆少儿艺术团的取义力量 也很强 王任修老师 王任修老师 平刚梁朔 对 现在的王凯 王凯 他们都是那儿的 这个也是重温区的 重温的 重温的 但是我们这两个团一合并呢 由于马国荣老师带着我们这批学员到了小花艺术团之后 就是压倒这个 完全压倒 压倒减权物理 是 就说整个 全重温区的 这个 少儿的这个尖子都在这团了 那么在北京市参赛来说 基本上获奖的前几名都是我们 就只向上取义这一块 不是别的 都在这 这个团呢 历时大概连前代后呢 不到十年差不多 真是出了很多 这个专业的演员 尤其后来这个团没有了之后 马国荣老师又到西城区少年宫 继续任教 比如说步入专业的 我跟你说啊 英宁 王月波 王磊 徐德良 这都步入专业了 王维连续 现在在北京取一团 嘻哈包铺的张伯新 德云社的孙岳 就是跟岳云鹏一块说下的那个 这都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张浩南在铁路文工团 嘻哈包铺的掌门人叫高小潘 也在西城区少年宫学习过 北京电视台经常主持节目的李燃 李燃还早 李燃赶上小花了 李燃 我刚才说后边这几位都是在西城少年宫学的 李燃赶上小花也如咱了 等等等等吧 话说还能说出很多来 包括吴松吴然 他没说相声 但是他们在话剧方面也很有天分 你比如现在有个话剧导演叫董文亮 实际也是同样 跟我秘化学说相声 那等等吧 这个一批一批的人才很多 后来到小花那呢 力量就强了 力量就强也不是我们俩合作 我们俩各自都有搭档 是啊 对 我们俩的这次这个 这个这个杨八岛的这个夏令营的那个合作 也都是临时性的 因为那会他是捧根的 我是捧根的 俩捧根的 他他合作不到一块了 是 真正 跟王磊我们三个人 这个天天在一块了 用我们相声的行话说 叫打铁 不知道您懂不懂 就互围捧斗了 也可能是他斗一个我捧 也可能我斗一个他捧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 现场的观众您了解不了解 相声这门艺术 我们这门艺术从小学的时候 很枯燥 很乏味 绝不是像现在您想的这样 轻松愉快的就学了 而且听听录音 看看录像 我们小的时候 媒体不发达 我们听不到那么多相声 只能跟老师学 现在您拿手机 上网一搜都不用 在家用电脑就随身带着这手机 趴这么一搜 几千段相声 上万段相声 音频视频就出来了 想听哪个听哪个 想看哪个看哪个 老前辈的 新秀的 都有 但我负责呢 说 这样学不会 想 肯定学不会 那么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说乏味呢 我们就是练基本功 嗯就得练半天 然后 一个作品呢 且说呢 就老师反复的教你这一个作品 一段反正话 学一年 永远不对 对 这反正话 其实能解决很多基本问题 对 反正话 我们解决项上的一个基本手段 先肯定后否定 用我们的术语说 叫吃了吐 嗯 先吃去你再吐出来 啊 我们俩简单来几句啊 反正话 反正话 能学啊 那咱就以桌子为题 好啊 开始啊 开始 说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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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这分桌子呢 我说桌子 你得把这桌子两字翻过来 把这两字翻过来 那怎么说 说子桌 说子桌 啊 就这了呀 那怎么了 来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行 我的椅子 我的子桌 我的凳子 我的子桌 你那边自桌自受的 干嘛自桌自受 一句一番不明白 什么叫一句一番 我说一句 你翻一句呀 哦 那要说椅子呢 你就说子椅啊 这您没说清楚 再来啊 再来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我的凳子 我的子凳 我的椅子 我的子椅 我二人凳 我凳二人 哎呀好 我凳谁呀 你看 嗯 这是我们 三十多年前 我们一块学的作品 为什么给您举的例子呢 它每分的反应都不一样 解决这个吃了肚子问题 嗯 就先肯定 后否定 嗯 我二人凳 是肯定 哎 我凳谁呀 再否定 哎 但是他每回呢 吃多深 吐多少 这不一样 嗯 我们经常开玩笑 就是刘宝瑞先生 跟郭权宝先生 有一句台词 啊 揭皮吃馒头 菜脂收不收 刘宝瑞先生那边 是这么说的 你忘了有这么句话呀 揭皮吃馒头 菜脂收不收 哦 有这么句话 叫揭皮吃馒头 菜脂收不 哎 哪有这么句话 嗯 你看 他吃多深 嗯 揭皮吃馒头 啊 这五个字过去了 嗯 啊 才脂收不收 十个字 哎 这个捧个内演员要复数 九个字 八个半将近 嗯 九个 他才翻 才吐出来 那你说他吃的多 嗯 那有的我们在 《反正话》这个作品当中 根本就 一个字都不吃 啊 我眼眉 我委屈你的吧 那我成瞎子 你看都不用翻 我眼眉 我没眼 哎 那我成瞎子了 那就 就慢了 就挡了 说我们好话 所以呢 这个练基本功啊 很枯燥 很乏味 念字 啊 我们 这个 纯齿舍喉牙 相对的喷弹啃吐膜 啊 我们哪个字是弹音 哪个字是土音 嗯 啊 说牙音跟齿音 有区别吗 有区别 齿音字是这 牙音字是这 嗯 是舌侧音 位置不一样 对 前面这齿 后面是牙 曹牙 知道吗 嗯 使得劲不一样 牙齿牙齿不一样 不一样 只有我们眼眉 那乃是喷音 就是纯音 嗯 对吧 我们得先念字 然后才到绕口粒 才到灌口 才到作品 一个作品 盈盈刚才又说 两个月三个月经常的 甚至一年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小时候学说像是没有老师说这个 啊 说家长领来这孩子挺陶的挺顽皮的 啊 上里面学说像是没有 我们那都是品学兼有的孩子 嗯 而且二位老师都是高学历 那不是我们二位 我们这一科里的同学 都是高学历 嗯 我还是最低 这个很惭愧 我才大专成功 剩下都是大专 嗯 我们上课的时候 啊 张晨宗先生受过高等教育 对 他就说孩子们 你们先得说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不好的 他不能在我这班学校上 对 都做学习 这个丁玉鹏丁先生很有文化 啊 啊 对历史 对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相当熟悉 嗯 张晨宗先生 那得说是学富武车 那是北京曲团那一代人里的秀才 我们几乎现在能看到的北京曲团的老的文本 都是张晨宗先生跟陈永泉先生 陈先生还健在 快九十岁了 都是他们二位整理的 他们两个人是相书改进小组的文书 文书 老前辈 他们都要记录 很有文化 那么还说回到咱刚才这课题 嗯 那也就是说 这个学相上很难 也很严肃 很认真 哎 我们两个人 我们都凑在一块了 嗯 这一批品学兼优的孩子 应该说是 嗯 凑到一起 也就奠定了呢 那个时期的 相上的后背力量 促成了 嗯 那真正我跟王磊 跟他我们三个人 在一起 形影不离的时候呢 大概是中学时代 我现在呀 这么考虑 我这个想我们小时候 学习的这个经过 这个时期是黄金阶段 嗯 你看我们六七岁 就开始学向着 这个 王磊也是很小就学向着 啊 李晶四岁 就能够完全背书黄半仙 哇 那可够力 他有录音为止 嗯 李晶加油 他现在 四岁时候 他一个人背黄半仙的录音 因为黄半仙也差不多 千十分钟啊 嗯 篇幅很大 他就听听完就听会了 他就背 他母亲很好奇 说他怎么能把这么长一大段子背下来 一字不差 就用家里的小录音机给他录下来 嗯 这是一个珍贵的资料 但是那都是模仿 就是我们小时候 刚才我跟您说的 那都是老师怎么教 就怎么学 嗯 这是跟京剧的这个城市化是一样的 这就是科班学东西 就是这样 自己的理解很少 嗯 但是上了中学之后 出高中了 读了很多书 啊 应该说 后来干专业的 或者说是稍微有点成绩的这些个同学们 都有个共同的爱好 爱看书 嗯 他 李京 王磊 何云伟 徐德亮跟我们提 徐德亮是我们这批孩子当中看书看的最多 而且看的最深的 他看的那书连我们都看不了 见识度数也深 对 因为他得看一些个 专业书籍 和文献书籍 这个他就学考古文献 对他是学文献 哦历史 历史文献 他是北大中文系历史文献专业 啊 所以他看的那个书确实一般人看不了 那很枯燥 很乏味 而且没有一点程度啊 对这个古文 没有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 书也看不懂 你看我们现在对古文的程度最多也就是 看看了解之意不用借助工具书字典能通读 也就是这意思 现在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也很少 也就这样 那你要真读古籍 还很费事 那之前像小花艺术团 在您二位小时候 一块学的这些小朋友多不多 人数大概有 我学那会儿班的有二多个同学 但都是重温区 都是在离东边门 我们那个小花艺术团位置不是很有 到西城区少年工就多了 因为分大小班了 因为我们已经大了 到东城区少年工 我们已经中学生了 就跟小西城区少年工的时候 已经是中学生了 我们就是大班学生 就有中班跟小班了 马国龙老师那会儿的学员就多了 鼎盛时候能到大几十学生 那我可以什么可以那么理解 但是铁打的迎盘流水的兵 就是您刚才说这几位老师啊 现在都是曲艺界的中间力量 都是中流砥柱 但是还是有一大批同学 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 当然 当然那个是基数是多的 也是大了 你比如说我们小花艺术团的重点的重点 主力的主力 骨干的骨干 台柱子的台柱子叫江孝 为什么呢 他父亲是我们的团长 他父亲就是东花市文化站的站长 叫江顺奎 这个江顺奎老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其貌不扬 个子也不高 跟英灵那个身材差不多 哎 那是真正的高度监视 对 他搜罗了一批老艺人 为他们的晚年的生活 应该说是提供了很多方便 嗯 就是愿意让他们把他们身上这些艺术交给我们 嗯 而且他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因为当时江站长有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小摄像机 摄像机 对 那还不普及呢 哎 更甭提拿手机录还不可能 没有 没有 所以那会儿江老师用他手中的录像机录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嗯 那么江项是他的独生子 就是我们那儿的啊 这个骨干 嗯 这些老师重点培养江项 他又拜丁玉鹏先生 跟丁玉鹏先生学艺多年 嗯 老活很辞实 嗯 但是他干那个行业呢 跟校这个行业 我们说一下上 完全相反 那什么行业 殡葬服务 哦 而且他在殡葬服务行业 嗯 拿过全国的第三名 我们后来就鼓励他 就是我们俩找他谈话 嗯 这是很多年这个人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失踪了 嗯 嗯 他也不参加我们的活动 后来我们就跟他说 说您这个 这个这个好多活很辞职 当初学的也特别好 还是应该出来说 那我们留业余时间呢 这得十年前了 十年前 您得出来 哎 他说出来我跟谁呀 哎 一开始 因为他和徐德亮和英明跟我 我们是同堂学艺啊 嗯 一开始是和徐德亮就说你先跟德亮你们俩让德亮给您捧 或您给徐德亮捧都行嗯 后来又给德亮的徒弟捧 我也给他捧他刚出来我给他捧了两场嗯就学着说那么小时候他又给捧了两场都是他小时候学的那个段子嗯还是好 还是有基础 后来慢慢就恢复到了业余相声的活动当中 嗯 不上班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经常参加我们的演出哦 这就闹笑话了 这还有事 闹笑话了 嗯 演出 完长演出 完长演出 嗯 演完之后呢 他住的大兴 嗯 他着急走 着急走呢 他会开车 嗯 我们后台有好几个不像我就不会开车 哎 他呢 拿着车钥子滴了着包呢 把门拉开往外走 他突然间一回头 他冲一后台的演员说 客气客气 客气客气 哎 你们有走的没有 有走我烧你们走 这句话哥别人说呀 不慎的哈 哈哈 哥他嘴里听就慎的哈 哈哈 因为他是专业烧人的 他在殡仪馆工作 嗯 他问后台人你们谁走 谁走我烧你们走 我们这后台齐刷刷大家伙一块 不不不 您赶紧走啊 您谁也别烧 您就一人走就得了啊 这是 哥的他身上 只有哥他身上的笑话才成立 是 哥别人身上不可乐 他这个职业嘛 而且我在现场看过江孝老师的相声 嗯 还真是特别好 当然比很多的青年演员的底子都深 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我们两个人学艺的时候呃像张宏老师张上曾老师两个老师 这一下午给我们两个小孩讲课嗯 讲课到什么就是眼睛看哪儿手放哪儿这句话哪儿是重音就一遍一遍的排到丁玉鹏先生那儿也是老头的一晚上只给我们说了一个地理图的电话嗯就是真的是永远都不对 但是他还要鼓励你确实学这东西不是说三天两早就会了的嗯要经过努力要经过打磨一遍一遍的学习而且是这是在家里在课堂里边学习你还要我到见观众去打磨呢嗯到了观众 到了剧场经过观众的检验你翻回头来可能还得反复的修改呢没有说一蹴而就的就会了因为的确听您二位说是挺枯燥的嗯但是小时候学的时候有想过就不学了没有因为我们那会儿学说像是跟现在不一样嗯现在很多年轻人学像是为了说像是嗯我们学像不是为了说像是喜欢像是喜欢像是 是爱这个就没想干这个嗯我们后来干这个都是因为种种原因嗯你明白这意思吧嗯我们小的时候像是也不景气嗯甭说我们大腕们都八十年代末那会儿走学生们的都挣不了多少钱嗯嗯所以没想过拿这个赚钱所以这个 就就我现在这么分析不就是这种 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学习 哎反而造就了今天的这批像是人可能我们的初心嗯就是 对于像是艺术的热爱热爱单纯的热爱嗯就是纯的喜欢我举一个例子 嗯呃王也不喜欢听经验大鼓对爱听那会儿刚出的呢只有乐硅胜贤儿呢四盘瓷呆嗯后来出了闫秋暇老师的瓷呆 看情文待遇分稿 还是跟小蓝元拼着啊哦出那个瓷呆呢 嗯嗯我也喜欢听那天呢就是我们去上课呢我准到他们家 这个跟他会合 然后再找王磊会合 再去牺牲去找年工 上初中了 来了 来了之后 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 这是什么呢 就是单线本 撕了一页 抄的叛秦文的词 原主笔抄的 你看 你看这个 我说这你给我 我可说不得给你 自己抄的词 这怎么抄呢 这你现在可能你不理解 这个得搁的 这是那录音机 是 这个 梦下园林草木长 那个 那是冯稿 那是冯稿 他说 能与戚风不可听 能与戚风不可听 就得摁了 这是写 然后再摁 拨放件 诈分离处最伤情 再写第二句 但这中间呢 有不认识的字 或者有蒙着写的字 没听准的 还要没听准的 再倒回去 所以你说 为一段唱词 得那什么 还得追着电台录 关键是 人家播的时候呢 你得及时的录下来 我们呢 因为是周日上午 周末去上下上课 周末礼拜六 那会儿没有双休啊 登休 是礼拜六晚上我们上下上课 下了学 我们是什么 见面准交流 今儿早上啊 505空中大舞台 付哪个哪个节目 你听了吗 它是周末的上午 有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叫505空中大舞台 中瑞曹山 对 这为什么叫505呢 因为是有505神功元气带 赞助的 幻名播出 幻名播出 不是调频505 对 现在这企业还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也就不涉嫌直播带货 给人做广告了 但是我给大家证明一下 那个元气带 他还带着 叫505神功元气带 每天早上起来 得播这个 中瑞老师跟曹山老师 中瑞老师就是 宋世雄老师的老伴 他还都知道了 这两个老师 我还都见过 中瑞老师 曹山老师 我都见过 我们就追着听 每天播曲艺 播相声 然后 这个录音机都得准备好 他因为也播重复过 有重复的就不录了 不重复的赶紧录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弄一个词很麻烦 不跟现在呢 这个高科技怎么发达 你想要什么词 要什么特别快 一搜的都有 一搜就有了 他从摆着玩儿骑车呀 骑到猪子口 大概 得骑将近一小时 我骑的是20的 那个自行车啊 那得 他得骑将近一个小时 骑到猪子口 然后 我呢 跟他汇合之后 从我们家游猪子口 在骑到菜这口 他和骑二八的 我骑二八的 他得紧登 啊 站起来登 对 那谁骑二六 王磊骑二六 什么俩骑到菜口 米式活动呢 他在骑车 我们在游菜口 一直奔北奔新街口 这个全程啊 得将近俩小时 嗯 回来可还俩小时呢 就说他这一趟学校 往骑车 就四个小时 好嘛 啊 在那学的时间不算 嗯 嗯 分那会儿学校上 确实是 不容易 快的很多 一层热血 属于真爱 啊 真爱 就是真爱 没有无功力啊 是 无目的 那会儿 那会儿就是想学 呃 我们也有奢侈的时候 说是 广 不能广骑车呀 也打车 对 从新街口打车呢 去菜市口 就是一直往南走 嗯 其实还不是做公共汽车呢 一个一个下例 司机师傅 啊 我已经就忽略不计了啊 嗯 出去司机师傅和我以外 这车上还有谁呢 有王月波 嗯 有王磊 有孙悦 哎呦 那太没炸 我和司机师傅 我下来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打完车之后呢 是因为让他打 嗯 他在路边拦车 我们三个人隐藏在暗处 司机停车之后呢 他就 上去了 他坐最里边 然后我在前面 因为我个儿比他们俩高 比王磊孙悦高 孙悦王磊在后边跟他 他们才在后头 然后我在副驾驶 对 这车往南开 没到平安里呢 就靠边停了 司机追车下来了 先看了看自己的四个胎 又看看车上这四个人 哎呦 你们换一车兄 这么四个商量 你知道吗 我还单瘦呢 我在车上说 我说坐这车 比昨晚二十二还挤了 这个王磊 孙悦两个人比我还胖 我当时比现在胖 我现在还二百多斤呢 然后那会比现在还 我最胖的时候倒过二百七十斤左右 那司机也不臭 那司机也得少少 得一百五六 对 反正那会儿那辆车柜 得一千斤得注意 印象极极 那个下地底盘又低 几乎就擦地了 让我们四个压的 哎呦 可了不得了 哎呦 再遇到他穿头瓦块的 那会儿隔离带还少点 那会儿学说下呢 所万幸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遗憾也在这儿 什么呀 这个我们的今天的幸福也在这儿 我们还赶上了很多老前辈 哎 赶上这些老前辈呢 就是我们多多少少的吧 把他们身上的艺术继承了一部分 嗯 但是遗憾的就是还是有很多呀 让他们带走了 因为太像 每走一个老先生 就带走一批曲目 带走一些绝活 嗯 你比如丁玉鹏丁先生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呃 首先说 他的相声之前呢 是学大鼓的 哦 他的乐父又是拴笼子的 你看他这经历 拴笼子 你懂吗 您还是解释一下 就是 这是组织这个 专业演出团队的一个人 叫刘代时 丁玉鹏先生的乐父叫刘代时 那会儿专英喜售堂会 嗯 说现代话是个学徒 哎 是个演艺公司的老董 应该说 就是这么个人物 那么你看这个丁先生 少年时期又在 昏是青山居学徒 他懂这个古玩玉器 嗯 他又拜 这个金小山金先生 为师学大鼓 嗯 他的辈分很高 他又老丈 又是刘代时 又是拴笼子的 嗯 所以有这些经历 他知识特别杂 嗯 问不倒这个人 嗯 然后他的相声老师呢 又了不得了 又是相声仓库 王长友 嗯 王先生在51年52年的时候 带着丁玉鹏到东北 嗯 到东北呢 他又接触了冯丽章 冯丽多 白银尔这些老先生 他在东北又学了一批活 嗯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杨平关 嗯 杨平关这个作品是 丁玉鹏先生在东北学的 回到北京之后 和侯柏林大师交流的 侯大师把这个加以整理改编 因为侯先生嗓子好 做派好 确实艺术高 嗯 留下了杨平关这个作品 嗯 这是丁相从东北带来的节目 嗯 所以他会的太多了 而且杂相都 就是一个茶壶他能说出多少种来 嗯 多少件 你不要忘了那个年代呀 跟现在比 现在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东西 一百度全有 嗯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一个人能坐在这儿 你问不住他 这人在我们心目中就是神仙 嗯 那他死了一批作品就没有了 你比如说我们都被这个 夸主宅 嗯 夸主宅里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表 表谱最后到底这儿啊 你爸爸代表和上谱啊 金克套 银克套 铜克套 铁克套 金三针 银三针 纽微博里 就这些个 嗯 这些个 呃 这个这个表的名字 年轻人都不了解 老的表的名字 表烫子 我们讲 那表烫子 头了呢 嗯 有一些个花草的名字 嗯 哎 有一些这个进屋里的摆设 嗯 哎 这个米元杖的山水 啊 刘十安的山面 刘十安的山面 啊 铁宝的堆子 松中塔 板条的竹子 松中塔 那笔虎字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但是丁玉鹏丁先生 那个跨路宅里头 有金鱼谱和鸟谱 哦 哎 红绒球 这个 呃 红绒球 白绒球 这个望天 也不是什么 我不会 富强会 还有这个鸟谱 狼岩之下挂的 啊 鹦鹉八根什么 这些个鸟 这两个边就没有 嗯 哎 万幸的就是 富强方清平 他们俩去 丁先生家学艺 俩把这集成了 回了 嗯 这就是我们还多多少少留下一些 这都是给向上天产 哎 嗯 嗯 徐德亮 没朝上丁先生去 我没朝上丁先生去 我们都分别不同的 继承了他一些东西 嗯 哎 但是呢 他死了还带走很多 嗯 张锡林先生带走很多 张善增先生带走很多 嗯 那张善增先生这回呢 嗯 所万幸就是徐德亮出了一本书 很了不多 我们俩刚刚拿到他这本书 北京故人 叫北京故人 他不是按照我们这行业的老前辈写的 他这起名起来 就北京故人 就是北京老人的意思 嗯 他是按北京的老人 因为这里都写了很多 嗯 实际跟曲艺界无关的人 嗯 但是也写了很多跟曲艺界 包括我们小时候的老师 丁玉鹏老师 张宏老师 张晨能老师 他都写 马登坤老师 他都写到 嗯 那么 他把这些人的 他所了解的这些个事情都付诸文字了 哎 这当 以后到以后 这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而且都是史实 他没有 瞎变 他也是有心人 他小的时候 攒钱买了一个这个 录像机 录像机 先买的那小的录音机 后来买了录像机 录音笔那叫 他先买的那了 后来又买了一小录像机 就我带着他上很多老前辈家 他都带着这个 哦 到那去就把这支上 然后就坐着瞎聊天 像这个曲艺活化时 白凤林先生 他去学艺 录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访谈 长宝华先生 张善增先生 他都留了 包括沙广森 沙先生 他都留 别人都没有沙先生的讲话录音 他有 就是这个录像资料选择 不是说非得找那些艺术家 大家都熟悉 对 是什么程度的曲艺艺人都去接触 嗯 这挺好的 这就比如说这个 徐泽亮跟白伍爷聊天 嗯 聊什么呢 就徐泽亮教白伍爷发短信 嗯 那时候还没微信呢 发短信 那白伍爷教徐泽亮什么呢 教徐泽亮拉胡去 嗯 老头给说说执法 说这尽头 说完之后 呃 他问 我这个 我这胡适的程度怎么样啊 嗯 你这胡适的程度啊 就如同我跟你学的发短信 一下 哈哈哈哈 不会 不会啊 简单说就不会 他这回书里那边写了一个孙连贵 哎 嘿 那没有人写 只有德亮能把它想起来 其实我们小的 每周 每周啊 每周都要最少见一回 嗯 孙连贵这个外号 我要一说现在您能乐乐 叫什么呀 叫孙傻子 怎么叫这个 你看 嗯 他不介意啊 唯独不是他不介意 唯独 我们这行 一名叫傻子的特别多 嗯 是啊 比如张傻子 张傻子 张傻子 张杰尤 嗯 尹寿山先生 嗯 叫尹傻子 嗯 到尹孝生先生那儿 他尹寿山的儿子 嗯 就叫小傻子 王文林王先生 小时候小名 嗯 也叫小傻子 嗯 很多老前辈 王先生都70多了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当然不知道 嗯 但我们赶上那些老前辈了 嗯 很多老前辈活着 包括回先生 回往华先生什么 一见的面就喊的这小名 所以我们知道了 嗯 啊 这个不是一名 就是 爱车 小名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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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过去的 这个这个这个 节目单 画报 叫什么什么傻子的 一名啊 还特别多 嗯 嗯 你要到天井 还有傻子烧鸡 这烧鸡的 字号就叫傻子 咱想说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 啊 北京还有句窍皮话 叫傻子豌豆 嗯 好吃多给 就傻子卖豌豆 实在 实在 好吃多给 他不是说这人真傻 嗯 哎 他就是憨厚 或者说反应慢 这个孙连贵 孙老头就叫孙傻子 所有票房老前辈 年轻的都管他叫孙傻子 啊 可不解 傻子 来 票一段吧 对 这就这么一样 潘是这个环卫 就说这个 房管局的 小工 嗯 搬砖火泥的 哎 瓦工 瓦工 这个 走马路上没有人理他 为什么呢 又脏又穷 嗯 孙连贵啊 说现在就破一啰嗦 哎 走道呢 哈着腰 倒背着手 嗯 而且到票房有的时候啊 一连血就进来 吓大伙一跳 说您怎么了 嗯 摔一根头抢的 嗯 说抢破了 您洗一洗回家上点 要没事 就这么就来了 嗯 这就体现这个 起义票房这个地方啊 特别好 嗯 好在哪呢 这个地方叫雨露均沾 没有阶级 没有身份 嗯 到这屋都是票员 嗯 就因为孙连贵的问题 引发过票房的争论 嗯 有的人就嫌孙连贵 穿的不好 嗯 水平不高 还反感 嫌弃的 反感的 不让唱 哦 但是就有资深的老人 出来主持正义 这我们俩都亲身经历 嗯 你凭什么不让他唱 嗯 他爱这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没错 他唱的时候没你 嗯 他唱一辈子了 他一个礼拜就盼着这天上这来唱个插曲 嗯 我们不能因为他嫌他脏 嫌他穿的破 而剥夺他到这来 过牌 我们行话叫过牌 来票的这个资格 嗯 这应该说还是得到大伙的公认和赞成的 一票全票通过 很平等 平等 嗯 哎 所以不能受歧视 嗯 嗯 但你说 他水平不高吧 他会的可不少 嗯 他天天也多 他年头多呀 而且这个 斯林贵孙先生 还有个绝活 什么呀 会背老三篇 哦 他在唱唱曲之前 先一鞠躬 嗯 自己先背一段老三篇 嗯 呃 纪念白秋恩 嗯 呃 为人民服务 于公于山 他会背这个 嗯 而且背的滚弯了那时候 嗯 嗯 唱茶曲之前 先买个罐 对 对 啊 啊 一字不错 哇 然后再唱个茶曲 哦 嗯 这个票房呢 有的时候 票有多呀 嗯 就是人多了 那每个人大家伙时间呢 就相对 少了 减少了 嗯 但是所有人都会给他让出时间 不会说因为 人多时间少是剥夺孙先生唱唱唱曲的权力和资格 嗯 让他先唱 嗯 啊 这个这个当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吧 嗯 那您呢 咱也替德亮推销推销 是 叫叫北京古人 作者徐德亮 您呢有机会您 哎 上网上您买一本 哎 对 还有他的签名本 对啊 签名本 您您买一本 您回去看看 您就知道我们这些 呃 小孩小时候学相 学取的时候的老师是什么样的 是 哎呦 看来真是长知识 嗯 其实我还有一点想问啊 因为刚才 月博老师说 王磊老师跟您二位关系特别好 嗯 嗯 就是了解相声的人比较 知道一点啊 就是两个人如果要是想 特别好的合作的话 其实挺不容易 但是三个人要一块很好的合作 就更不容易 就是您三位怎么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都能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关系 首先说啊 三个人都特别爱相声 这三个人的兴趣爱好 嗯 所有的精力用到的方向 没有任何偏颇 嗯 都是钻研 都是 这是最最重要的前提 在一个三个人 谁也不会拿其他的 在别人看来非常重要的一些 一些事情 在我们这看的可能 很轻 嗯 或者就忽略不计 嗯 比如说呃 演出场口的问题 嗯 场次的问题 啊 这个 经济利益的问题 嗯 在我们三个人那儿都不是事儿 嗯 而且都不会成为什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说 呦 王海波跟跟他演去了 你 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啊 嗯 我说他演出之前一定会跟我说 这个什么什么演出 我和谁谁去了 哎 你会不生气 我有什么生气的 嗯 他跟他演怎么不行啊 嗯 这可能在别人看来 可能接受不了 我们这儿不是事儿 演出 这经济 岳波老说说演出 有一场演出 这钱可能都给我了 我一分都不给他 嗯 这不是说我不给他钱啊 等下一场演出的时候 那钱都都给他了 我就 我就不拿了 而且我们就是建立家庭的时候 谁也不给谁随分的 嗯 我啊 王有波李经 我们杂儿都说好了 谁也别给谁随分的 嗯 就是已经就关于尽道 不需要用这些什么金钱呀 你来回换红包有什么意思 对对对 不用这些东西来来来增进感情了 嗯 这个我们一块儿长起来的 这么多年能够在一块儿 有几个必要的因素 离年龄相反 哎 都是普通工人家庭 哈哈 王磊的父母 他的父母 李经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 普通工人 普通人 是普通不过的北京人 都是北京孩子 所以呢 年龄相仿 兴趣相同 说现在的话 三观基本一致 嗯 都是善良政治的人 啊 这先确定 嗯 刚才我提到 都是品学兼修 哎 所以呢 都是好孩子 嗯 那么建立体互相的这种信任的 这个原则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实 嗯 由于是发孩之间叫无话不谈 没有 格好 嗯 没有欺骗 我跟英宁跟王磊 我们 沟通 比一般的现场演员 沟通要多得多 嗯 一般的现场演员 除了 业务上的沟通 生活上 搭档 不沟通 这样的现场演员 很多 嗯 有买卖 没叫响 对 生活上 不沟通 嗯 事业上 沟通 生活 我们不是 我们是先生活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块 我们从小就发孩儿 嗯 所以我们谈生活 恐怕多余事业 嗯 多余工作 啊 那不是不快过年了吗 嗯 啊 昨天 我有一个朋友 嗯 问我说你要不要牛肉 嗯 我说我要 嗯 然后你给我炸点牛肉丸子 这牛肉丸子其实就不是我吃的 嗯 这是王磊的 父亲特别爱吃这个 牛肉 嗯 牛肉丸子 这是要无然的机会 我给他拿了点 他就问我 他说这哪买的 这好啊 嗯 我怎么了 他说我爸特爱吃 我爸现在每天 弄一小锅 弄点白菜 弄点豆腐 搁几个丸子 哎 俩人一会跟我妈吃 就馒头就点米饭好吃 所以年年我给他拿这牛肉丸子 哦 然后我在给他牛肉丸子的同时 嗯 我问他 我说你还缺什么不缺呀 你要一般人 一般人 不缺了 行得了 够了 客气 客气 王磊跟我们俩之间没有客气 不客气 我们之间没有客气 他打电话 我说这个牛肉丸子 除了这还要什么 嗯 哥谁也客气 我们之间没有客气 他大概停顿了不到两秒钟 呃 还要酱牛肉 你再给我来两块酱牛肉 哎 我说好 行 但是今天给不了您了 我明儿吧 明儿我给你拿 知道吧 嗯 就是弟兄之间的这种感情 第一是交流多 嗯 第二是没有欺骗 从小就是没有瞎话 王磊 他们家用的锅 全是王磊给的 对 啊 啊 他跟他爱人结婚的时候 嗯 他得装修啊 得买家具啊 哎 我 我们俩就打电话 我说你干嘛去 嗯 他说我得买一个锅去 我们俩得做饭 我说你锅就先别买了 嗯 哈哈 锅先别买了 嗯 当时我从我们家 从我父母家 嗯 从我岳父家 这三个家庭 您也回去找去 这是个生活经验呀 嗯 就家里的闲置产品啊 在老北京人家里的 都有没用过的新锅 我从这三个家庭里边 嗯 找出了将近二十个各种 不同的锅 有一阵我们俩演出 人静当这个纪念品给我们 什么高压锅 炒菜锅都有 结果就在这二十个锅当中 首先说选新的 有的是旧锅就不别给人了 是吧 选新的 然后再从这批新锅里边挑出来 各种不同的样式 挣扎主唠 哎 问论 刘欧 这个各种功能 各种功能 乃是蒸锅 乃是电饭锅 乃是干嘛 一车 我让王磊都拉家庭 就他跟我们那嫂子俩人 就全够了 嗯 就是三个人极其团结 你比如说我说一个事就是 有一个文艺团体想调我和王宇波 调我们俩去那个单位工作 嗯 问有什么条件啊 什么保证我们什么支撑啊 嗯 这个减少演出场次啊 或者是给你们重要的场合安排 所有所有条件都提完了 我说必须得有王磊 嗯 要调就这仨人 要完这仨人一个人都不去 嗯 就是团结 他任何意见都没有 他他他特别认同 他说英宁说这对 要走就这跟仨一块走 人家很诧异 说像是要一对来一个 是 这单来一个干嘛 这三个人谁跟谁合作都行 我还是获得这样的殊荣啊 不我们仨都这样 嗯 我给他们俩捧我跟 他们俩给我捧我跟 他 我给那俩捧我跟 王磊也给那俩捧我跟 互相互为捧的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录了 也不少节目 嗯 有这个双字翼 金千玉孝子 而且前过久 前几年吧 在北京电视台 我们三个人录了一回八马罐 嗯 这八马罐我印象极其深 而且还特意在 电视台的这个后台拍的照片了 这是真的差不多二十年没说过 嗯 二十年没说过 等我们搬上舞台的时候 原词 几乎不需要排练 嗯 就完全张嘴就能来 就非常扎实 这个 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呢 都是我爱人 装的 嗯 我也不懂 我爱人会美术 家里头啊 怎么装 他每天呀 起稿子 嗯 画完照给工人看 跟工人研究 我买房的时候呢 我看的是那个样板房啊 样板 样板 嗯 不是我买的那间屋子 哦 然后我交完钱之后呢 装修那房子 一直是我爱人装 嗯 从我买完那房子 交完钱 到我去我这房子 中间已经相隔将近一年了 嗯 这一年当中 我自己买那房 在哪我都不知道 我席都装的差不多了 都已经 铺完地板 安门了 我才第一次去 我买的那房 我也搭着 事多 都是我爱人 王磊带我去的 这第一次去 就是他跟我去 因为我不会开车 他开车去 嗯 我说你上去不上去 他说我得上去 我我还没装好呢 我等装好你再来看 不是 我肚子疼 我得你那些 那马桶装没装了 我马桶装了 那我得上你们家去 方便方便 哈哈哈哈 好吧 嗯 把车停好 他跟我上来呢 哎 我媳妇呢 正擦地呢 那新铺的地 正擦地呢 王磊来了 啊 说两句话 就奔厕所了 马桶已经装好了 等于我这新鞠 新房子 新八桶 我跟我爱人都没用过呢 开桶仪式 是王磊老师进行的 啊 这贺新鞠啊 新闻厕所 对 这贺新鞠 您说有闪家进门 先来大便的门 这叫哥们 在这 这算是个笑话 但也是事实 就我们之间是这种感情 是 我觉得您这哥们之间这个感情啊 我们这个电视机前也好 各位网友也好 您如果是夫妻 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就应该没有隔阂 应该好好地过日子 行 今天呢 咱们的这个时间呢 也接近尾声了 对 今天要特别感谢英宁老师 和王月波老师 做客我们取案纵观的 今天是国间立春 明天是小年 没错 大家就步入年的序曲了 在这呢 英宁 月波 还有这个小崔 我们三个人呢 祝咱们现在收看直播的 和以后看录播的这个 各位向上爱好者 祝您新春快乐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